继续关心林一世贪污案 今天初刊的周刊点名副总统吴敦义 也卷入案件当中 周刊爆料 陈启祥的岳父和吴敦义 是南投的同乡老友 陈启祥透过岳父才找到林一世 对此吴敦义发出声明稿强调 他和妻子蔡令仪都不认识陈启祥 以及陈启祥的岳父 如果有媒体胡论指控 他一定告到底 最新一期周刊把林一世所会 涉案情节再向上发展 直指副总统吴敦义卷入 报导引述陈启祥的爆料指出 帝勇公司负责人陈启祥的岳父 是吴敦义在南投的邻居 两人极为熟识 2010年帝勇的卢渣生意出现危机 陈启祥透过岳父 在相关人士的协助下 最后才找到林一世 周刊没点名这位相关人士 就是副总统吴敦义 不过两天前 已经有名嘴影射是吴敦义 民进党立委也跟进 得知周刊爆料内容 吴敦义在前一晚 已经先向马总统报告 并且主动发出声明稿 强调他和妻子蔡令仪 都不认识陈启祥 也不认识陈启祥的岳父 所以不可能介入陈启祥 和林一世之间的纠葛 第一个 仔细乌有的是 没有无敌方式 第二个 也不宜民进党 真的你有本事的话 拿出证据 在立法院里面 还有林一世在pickle他 而且吴敦义要做施政报告 或是要背询的时候 他都会希望尽量去沟通 大家尽量不要去做 比较争议性的一个质问 甚至要求他们国民党的委员 尽量不要去做咨询 一改之前点名吴敦义 就是涉案的X先生 民进党立委转而紧咬 吴敦义和林一世关系匪浅 但内容不出周刊报导 经济部也发出新闻稿郑重澄清 强调中纲董事长人士 由经济部推荐报请行政院核定 绝非外界只称由特定人士主导 林一世按检方持续调查 林一世的妻子彭埃嘉 11号上午再度进入特征组 预计将安排和林一世当面对职 也不排除对林一世测谎 让真相早日釐清 雷克营赞后报导